明星被偷拍什么反应?正爽无脸,陈晓转身就跑,千玺够我笑一天了。 明星只要出名就时时刻刻都生活在大众的事业中,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关注和放大,不过,并不是每个人生活中都能对镜头应对自如,明星被偷拍时的反应往往会出乎你的意料。 正爽生活中都比较低调,日常出行也不会刻意打扮,大多是素颜出镜。 在机场出现被路人围观时,小爽明显是有一点害羞的,无脸的样子也真的是很可爱了。 陈伟霆最搞笑,上一秒是翘着二郎腿的大野饭,发现自己被偷拍后,秒变正经小学生。 陈小在机场一人悠闲地走着,发现狗仔后,陈小抑郁阻拦。阻拦不成,就开始跑了。 陈小抑郁阻拦不成,陈小抑郁阻拦不成。 陈小抑郁阻拦不成,就是要做风一般的男子,注意旁边大叔的表情。 汤唯,虽然已经远嫁韩国了,但是,不能否认的是自带气质真的被偷拍也是美得不行 杨阳大神发现被偷拍后,也是解放天性啊,演好就是任性啊,怎么拍都是美的 彭于燕更是厉害,人家被偷拍到的不是恋情就是出轨,而她却是因为在街上活蹦乱跳,被网友形容像刚从院里放出来的欢乐智障儿童 李一峰发现自己被偷拍后,微笑的用手指了过去,笑得很自然嘛 胖迪这个小吃货,偷吃零食被发现,还自己捂着嘴,要不要那么可爱 吴亦凡在奶茶店发现被偷拍后,摘下了墨镜,一阵苦笑,我想凡凡的内心的是这样的,天哪,我都戴了墨镜了,为何你们你能发现我 一阳千玺,往常都是很高冷的,但是这一口的大白牙,这么的没有偶像包袱,很是天真可爱啊 不枉这么多人喜欢她呢,帅性!看见千玺笑,小编都能笑一天了,她的笑太有感染力了 神仙姐姐刘亦飞,这一笑,有没有美到你?反正小编已沉沦 国民老公王思聪,她当时在韩国游玩,偶然遇偷拍,偷拍时的她是一脸微笑的和身边人交谈,显然没有发现被拍,回国之后她在网上发现自己的照片,应该觉得好笑,就发微博说,早知道被偷拍应该弄一下头发 赵丽颖在机场的百度车上被记者偷拍,结果赵丽颖也是不甘示弱,掏出手机和记者对拍,不得不服赵丽颖这个智商豪高 现身酒店,留着短发的她一身装扮轻爽干练,粉丝看到之后在身后大喊赵丽颖,赵丽颖听到之后回眸一笑,真的十分美丽 帅气,帅气的陆寒即使也是个容易害羞的boy,尤其是不小心发现被偷拍了的时候,哎呦,被偷拍了,宝宝要躲一躲 唐烟刚发现被偷拍时一连猛,反应了三秒,反射弧真长 最后开心地逼出剪刀手,隔着屏幕就能听到唐烟说,耶 发现被偷拍前的宋茜也是整个都很放松的在玩手机,翘着腿坐着无所顾忌 被发现后也将翘着的腿划下来,看着被偷拍的镜头准备要摆个表情 同样是被拍,谁的反应最让你惊讶?你最喜欢那一位明星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